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邀小军 欢迎锁定今天1月14号 在星期二晚上7点55分播出新台湾加油 参谋总长空军一级上教沈一鸣等8人应攻殉职 行政院在昨天已经宣布在今天全国下半期一天已表示哀悼 那这是为什么 他们是为了表示对国家对雇参谋总长空军一级上将等8人 这次他们是在1月2号前往宜兰在执行今年的春节战备世道 跟慰问任务的过程当中应攻殉职已示哀悼 这次通涵包括了相关机关所属的像是公立学校 还有像地方政府都在今天下半期 举国同碑 从画面当中你所看到从昨天到今天黑鹰的训职 将士的功绩 蔡总统亲自送最后一程 沿路还看到无数的民众 那么以最高行礼的方式表示心中的敬意跟哀悼 总统在亲自调研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追班勋章还有包养令 其实沈一鸣生前所推动的 包括他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样的黑鹰直升机之旅 到最后应攻殉职就是慰绕前线的官兵 当然没有走完的行程 蔡英文总统帮他走完 就是在东奥雷达站这一行完成它没有完成的遗憾 除此之外蔡英文总统非常暖心很贴心 还了解一下这些将官他们在生前有哪些 哪些是未完成的遗憾 包括今天宣布就是国军的三将夹击 行政院通通都通过了 好这样的场面给我们带给我们省思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现场当中有两位职业军人 还包括有一位军校毕业 还包括有军人子弟的家庭 这是国会观察纪纪委员姚立明老师 看到这个场面 他们心中的感触到底是什么 今天除了蔡英文总统之外 行政院长苏贞昌包括立法院长苏家全等等 几乎文武百官都出席了 同时也开放民众参加整个宫殿的仪式 联合宫季当中很罕见 很罕见破天荒也看到了 美军的现役将领又现身了 我们糟后一一来问你看这样一个场面 当然在整个大选进入已经落幕之后 进入在今天礼拜二是第二个上班日 国内的政群到底会怎么样演变 这几天大家都思考到习近平在中国方面 对台湾会有一些个新的策略吗 更硬吗 他的民意如果这么清楚状况底下 习近平未来中国策略当中 面对台湾的形势会有什么样的做法 而台湾如何去因应 当然对于台湾552万 几乎站在另外一个817万票的对立面 韩国语的动向 韩国语在政坛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他在高雄市当中昨天快闪了落跑 有人说那你不是非常重视国军吗 包括自称是军公教的代表 像是吴思怀吴立伟 请问一下今天你们人在哪里呢 韩粉还有韩国语的最新动向 以及国民党青壮派当中提出了改革 三大改革方向 无非是人事要世代交替 甚至为了形象要把中国国民党中国两个字拿掉 下架九二共识 国民党未来的态势可能会怎么去演变 来邀请这几位关键信德兵 首先为您介绍国会观察基金委导师姚立明老师 来继续为您介绍国民党的桃源市议员 在这次青壮派当中纷纷发难站出来 也包括了他 来欢迎王敬平 大家平安 好 王敬平来到我们现场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小军好 大家平安 以及我特别介绍两位职业军人来到我们现场 其中一位正是资深的飞行教官 余浩伟 余大哥 小军好 大家好 千架的黑鹰直升机在全球事实上是极富盛名 这样一个失事代表的省思是什么 但余飞官来告诉我们 同时也是个职业军人 前国防部新战处参谋官黄鹏笑黄大哥 小军好 大家好 来欢迎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两岸政策协会的研究与赵玉晨老师 马上加入我们讨论 从今天也要连线给在新北 打赢这场选战了不起 民进党的立委当选人赖品瑜 等一下会连线给他 那包括了时代历难的高雄市议员 林宇凯也会加入我们讨论 来 首先就你来看 这是在2号空军黑鹰直升机 在新北的乌来山区坠毁之后 参谋总长等8人将士罹难了 国防部今天就在松址部进行攻击的仪式 党政高官不分蓝绿都出席哀悼 搬受青天白日勋章即空军一级上将官阶 牵起参谋总长沈一鸣一双的手 总统蔡英文亲自扳手青天白日勋章 追进为四星一级上将 这天是国防部攻击一事 正是向1月2号 黑鹰直升机失事顺职的 8位将士告别 各位辛苦了 谢谢你们 你们任务完成了 国家永远感谢你们 也怀念你们 愿一路好走 蔡英文以三军统帅身份 对八名将士最后点名 也当场宣布 国军新增三项夹击 我也要宣布 从今天起 国军新增的三项夹击方案 包括空降特战勤务夹击 还有省总长 跟韩总事官长 在生前所推动的 飞行军官续服奖金 以及司官长的专业夹击 行政院都已经核定了 告别式上 除了副总统陈建仁 行政院长苏登昌 还有前总统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都到场 甚至AIT处长 丽英杰也率团出席 还有疑似 美国现役空军准将到场 而前一天傍晚 训职将士林车 从内湖三总医院出发 不止军官列队敬礼 路上民众也向将士致意 车队行经国防部 空军司令部 海军司令部 总统蔡英文 也特地到国防部前追到 国家失去八位 优秀将士举国同碑 一起送勇士们 最后一程 来彭校大哥 身为职业军人 看到今天这个场面 你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感触 当然第一个 我感到非常的悲痛 因为这个军人 事实上我们过去 这个在很多状况之下 都要先把遗书写下来 那么我看到 这个真正的 在他执行起务当中 我们的这个军方的 最高的参谋总长 居然是这样子运落 然后这个让我们感到 我们的国军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将领 事实上都是坚守岗位 都是非常的杰出优秀 能够捍卫我们的 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但是呢 这一次特别让我们感到 这个特别让我们感到 留意的就是什么 美国派出了一个 现役的将领 来参加这样的功绩 他就是在美国国防部 空军的国际事务部的 副部长这个Meshu 他来参加 这位准将呢 是近年以来 公开露面的 这个少有的一个国军 美军的现役将 这也代表说 我们跟美军之间的 这种的伙伴关系 这种紧密的这种联系 不但是代表我们美台之间 长久以来的这种的合作 另外一方面 也代表我们在整个印太战略当中 目前所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 但是呢 在这个事情上面 从另外一个反面 也让我们看到 这几天 这个国民党的青壮派 终于 好像马后炮一样的 提出说要下架吴思怀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在我们节目里面 一再地提到下架吴思怀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强调 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下架吴思怀呢 因为我们从这几位 殉国的将领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全世界各国 军方是永远的强硬派 永远的鹰派 在国家的角色扮演里面 他就是扮黑脸 没有哪个国家的将领 说是一个和平派 鸽派 把我们的雄鹰搞成了像焚鸟一样 这个是 划天下大击 像这样的将领 还好意思露脸 还好意思露脸吗 还好意思到立法院去吗 所以说 尤其是看到 像我们沈一鸣将军 这样子 为什么他能够赢 不但赢得我们国军 赢得我们国人 对他的敬佩跟敬调 甚至于赢得了美军的 对他的敬意 我们知道在第一时间 AIT 美国战略协会 就先降半天 所以说 任何一个军人 你的天职 就是要 舍身来捍卫我们的国家 像吴思怀这种 这种现象 不会得到任何人 对他的肯定 今天 哪怕他真正的 当了立法委员 一样的 会受到国人的唾弃 而且我在这边 我要特别提出来 我们军方有一个 有一个魅影 叫做什么 叫学长制 号称是 我们军人的什么伦理 各位知道 吴思怀 他是陆军官校 43期装甲兵科 各位知不知道 我们国防部长 我们的国防部长 是陆军官校 44期装甲兵科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的国安局长 邱国正上将 他是陆军官校 45期装甲兵科 各位发现没有 吴思怀 不但是他们的学长 而且也都是他们 装甲兵科的学长 如果今天 我们不给他下马威 我们不把 不给他 把我们全民 对他的唾弃 对他的不满 好好的来让他感知 好好的来让他知道 他这样的一个角色 不但是 让我们国军蒙羞 而且将来到立法院 不要在那边 以为是学长 要武扬威 在那边 借着你学长的位置 来对我们的国防部长 来对我们的国安局长 指东指西 要这要那 我们一定全民共同监督 支持我们的国防部长 支持我们的国安局长 一定要以国家的安全 国防的机密 为最主要 这样才是调念我们 沈一鸣将军 最好的一个具体表现 谢谢彭教大哥 原来我们的国防部长 国安局长 跟现在的新科不分级的立法委员 吴思怀 还有这一层学长学弟的关系 听得令人有一点点毛骨悚然 当然回归到专业 你会想到吴思怀 吴思怀过去 我们昨天特别提到青壮派点名 他应该主动请辞 点名双五下台的同时 但是吴思怀有一个理由 他说他是申金军公教的代表 所以不应该下台 如果念字在字 你都是在乎的是军公教的代表 包括八百壮士 常常口口声声强调 他们在乎的是军人的权益 所以吴思怀 吴立伟 杨老师他现在人在哪里呢 沈一鸣将军对国家的贡献 难道还不够吗 如果你今天看到民众在沿路 在整个路纪跟对他致敬的同时 吴思怀你现身吧 你一在路上拜一下 难道都不行吗 杨老师怎么看这个场景 难道被外界认为 你面对只会到中共去听讯习近平 然后呢 听到义勇军进行去肃然其境 面对沈一鸣将军 你反而神隐的 来 杨老师怎么看 相对于为己征立的年改将士 因为他们的关系让部分社会人士对军公教 特别是退休军公教的印象非常的不好 可是这一群卫国殉职的将士却一改整个社会对军人的尊重跟敬仰 所以今天这个场面是举国哀痛 他们在生前深受爱戴 是因为他们除了他们自己保家卫国的职责 别无他想在座的 包括沈一鸣上将 他也是年改的受害人 从未听过他 发过任何杯葛年改或抵制年改的发言 反而是他是在中美有问题的时候 他却会对美国人 在两岸有问题 他会对美国人说战到一兵一卒都不惜一战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军人会今天会受到如此大的追悼的主要原因 所以反观看到今天这个场景 你会发觉过去居然殉职的将士 在选举的时候还有人说嘴 说什么中华民国中邪了之类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 何等的令人不齿 柯文泽也在嘲笑 现在政府跟国军关系又不是很好 不对不起 现在的政府最重视国防跟国军的一任政府 跟国军的关系非常良好 你看今天的场景应该是非常清楚 蔡英文在攻击从头到尾的出现 在这一个这一个灵车经过的时候 他特地跑到国防部去加以致敬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对国军将士的重视 所以台湾能够毅立在这里 其实我们要深深的感谢保家卫国的军人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整个的小英上台以后 我如果没有记错 他几乎每一周 一年52周 他每一周应该都有国防的行程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国防的预算 国机国造 国建国造的推动 所有跟国防有关的事物 他都是第一时间亲身参与 并且积极的去帮助 如果那群退休年改的反对者 还要加以针对现在对国防最重视的总统 加以嘲笑的话 我想他们是当然会被全民唾弃 是 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正是在今天 包括了蔡英文总统在亲自调研之外 民众在严论致敬的画面 刚刚杨老师特别提到 蔡英文总统一年52周 几乎周周都会有国防的相关的行程 你知道蔡英文总统 在今天做了一项宣布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的确国军是蔡总统 在内心里头最软的这一块 他在今天这个殉职将士 联合公祭典礼当中 他宣布 行政委已经核定了 就是士官长专业加急 包括了空降特战勤务加急 包括了飞行军官 他的士服奖金等三项的国金加急 我为什么特别这样说呢 身为职业军人 于昊伟大哥 那我马上要挺他 来看看今天的场面 因为包括了官员都说 这三项加急曾经因为行政院 相关的单位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意见分歧卡关了 那为什么这一天可以顺利通过 通过蔡英文总统今天宣布呢 最主要是蔡总统 他主动问了军方 有没有 有没有沈参谋总长 包括了韩正宏 总士官长 他们生前推动 但是没有落实的方案 有没有 同时呢 就是在国防的军事会谈之后呢 主动打电话给行政院 希望来处理 才能够赶得上在今天 联合的宫殿典礼当中进行宣布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为什么 这是在今年的1月2号 黑鹰直升机在失事之后呢 造成了沈一鸣总长 八位将士的殉职 蔡英文总统 1月3号召开了国安会 包括国防部所进行的 国防军事会谈之后呢 除了交付国防部的三项任务 要确保军心民心稳定之外呢 当然整个装备的安全 台海的安全之外 他会中特别问到 那问这个国防部长 严德发 包括运会的相关的首长 有没有哪些案子 是沈参谋总长 跟韩总事官长 生前所推动 没有落实的了解之后 今天等于为他们完成心愿呢 同样身为职业军人 那我请教是这个余飞官 今天这样的场面 不知道你的感想如何 好 沈总长来讲的话 对不对 你看国人沿途的 每个人都跟他 去做一个很尊敬的一个 就是说他是和一个 很可惜的牺牲 事实上小心我真的要讲 那个黑影直升机 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 他事实上已摔了四架 从最早期的拐动 7002飞机就是帮你 你说摔了总共四架 四架 对 在台湾就摔了四架 是的 那为什么会那么前仆后继呢 第一架就是我们同学 就去帮李登辉总统 当前导机的时候 后来不幸就撞到山 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讲过 就不在那边赘述 第二架来讲的话就是 也是在绿岛附近 做夜搜的时候 一架有夜搜能力的飞机 也是掉到海门去 也是因为气流关系掉了去 另外就是2018年的 就是空警队那架飞机 起飞过程中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边 这次这一架 在沈一鸣总长这一架 所以那我想观众 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空军 它会那么前仆后继的 就中勇军风我们讲的 甚至于我们的中勇军风 我们空军的教条里面 有一条是干什么 就是说如果说在紧急的时候 我们会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我们的身体跟飞机会 一起对向目标 最典型的就是沈从回 他在抗日的时候对不对 对着那个 就是日本的船量撞下去 我觉得这时候 这个很伤心的画面 都可以看到 我倒要讲一下 为什么这种中勇军风 会培养出来 因为沈总长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空军外要出来 而且我跟他都是这样 就是从高中就开始就是读 他是读空军幼小 但是都是从高中开始 我们在军校来讲的话 你不但在学科上 要经过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考验来讲 会不会淘汰制 甚至我们还有一个身体上的 例如说你今天眼睛不好的话 你就不能当空军的飞行员 你可能要转到陆军海军去 那另外来讲的话 你身体如果说有产生变化 你受了伤 你就到时候就要退 这个跟一般的文学校会不太一样的过程中 这个你可能观众还没有说很有兴趣 我要把它讲到说我们学飞行那个部分 我相信观众的话就很有兴趣 为什么会培养出来的中冷军风 首先我们在观校的话 开始上飞行线的话 有分基本组跟战斗组 然后之后还要到部训队去 接受F51换装训练 因为我说过 沈总长是大我四级学长 所以我们走的路都是一样的 观校从基本组开始的话 你不但要学习你的最基本功夫 就是起螺航线练习 还有很多的牧师科目去翻跟斗那些 这个关卡的话都有所谓的淘汰 你只要时间到没有完成及格的话 就淘汰掉 到战斗组之后科目开始增加 也是一样之前那个科目 但是科目慢慢增加 这还不打紧 我们到部训队去以后 就是飞F51换装训练以后 那个就是一个更大关卡 你必然要对空射击 你要对地要做炸射 而且你的两个飞机还在缠斗 甚至要多加飞机缠斗 这个种种过程中的话 这关关关卡的话 都在什么培养你一个中勇军风 为什么 你只要是有不及格的情况下 你就会被淘汰掉 你要在很坚韧的情况下 那种很大压力的情况下 例如说我在关校学飞的时候 说句不好听话 飞行员大概90% 在地面上都很客气 上了飞机以后就跟疯子一样 大吼大叫 我在战斗中的教官 我那时候刚开飞T-33的飞机 就是喷射机的时候 这多高兴啊 海阔天空速度又快 结果我在前面飞 后面一个人是有时没时 就对我哗哗 好像是一只大狮子 要立刻帮我吃掉 而且那个时候 我还会很难过一件事情 怎么样 我如果说跳伞的话 可能我又会有其他事情 那我如果说 我对他大吼大叫的话 他不带我落地 那我也会完蛋 所以在这很多很多 这种奇奇怪的压力下 训练出来你这种 中勇军风的一种特性 所以在这个那么大的压力 情况下以后 好 我们到部队上以后开始 变成F-51战斗机飞旋 捍卫国家 保卫台海 但是我们经常会说 出一些很 就是说可能会要你的命的任务 我们会到沿海去 大陆沿海做征询任务 征询任务我自己本身就碰过 就是跟那个中共飞机 要准备对头 对头的话来讲的话 我们就准备开战 你那心里面是五位杂成 因为你可能就会随着你的飞机 人跟飞机一块为国捐去 那是很光荣的事情 就跟沈总长这次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的 因为基建故障等等原因 你可能跳伞那些 你掉到海面去的话 你如果说被俘的话 一定很惨 所以我们那时候 抱着必死的决心 所以早期来讲的话 飞行员是有带什么 是有带枪 那个还有带刀 那叫什么 成人刀 成人枪 后来因为枪支 后来就没有 带信号枪 事实上信号枪也可以自杀 所以我们每一位 在沿海遵循的时候 我们都是说句不好的电话 我们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那沈总长为什么呢 我相信他 飞机在最后一刻 他撞到的时候 因为我们培养出来 这种临危不难的决心的时候 沈总长虽然不是飞这个直升机 他可能在最后 他看撞机的时候 他第一个 他自己要临危不难 要稳定下来 同时他可能还要去 借由他的经验 去指导前位飞行员 我们要怎么 要实力逃生去救炸飞机 真正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发挥我们的中永飞风 我们的飞机就随着 就是随着这个不幸事件 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这种中永飞风培养来讲 我说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每个关卡过程中 这一直加强一直加强 沈总长虽然升到上将 他为什么那么辛辛苦苦地 去到各个基地去做一个 就是说四岛那些 他可以大概对不对 赴参风障碼去 为什么 为什么要亲自去 第一个稳定军心 第二个鼓舞士气 等等情况下 小军我反正讲到这边的话 各位观众来讲的话 跟小军 你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次AIT会派官员来 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沈总长是67 他的同学叫王姓学长 他们以前是在美国 他刚刚学校受训 美国这个民族很好玩 是现役降临 对 现役降临 所以他们以前可能有怎么样 有在美国有对抗过 就是说在空战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刚刚学校来讲的话 受训过程中 我刚才讲美国人是很崇拜英雄 不管是从蜘蛛人 从潮人等等英雄来讲 只要是你今天能够打败他 所以打败他不是干架 就是说你在空战过程中 你可以把他挤落 我刚才讲王姓学长 是沈总长的同学 那沈总长自己本身也是在美国 在法国受过训练 沈总长他自己本身的话 也飞过幻象机 那幻象机的性能来讲的话 我相信对不对 他在我们国有很多地方 我再不在这边多说 但是我就是要讲到说 他在美国学校 包含他的同学在美国学校的时候 因为美国人是个很高傲民族 所以怎么会进行一个空战过程中 我就讲他的王姓同学 他飞的F-51 把美国的当时的很好飞机 叫F-14汤姆猫飞机 那性能大概超过F-51 大概数倍以上 他就把他怎么 在空战过程中把他击败 那美国人是个很不服气的一个民族 你开个那个飞机 怎么可以把他击败 好 再打再打 三次后怎么样 美国飞船员认为他技术不如人 然后请那个王教官喝啤酒 那我相信沈总长在美国 他刚刚学校 在法国受训的时候 也同时会进行 我刚才讲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对抗练习过程中 是必须要的科目 一定是有多次击败他 我上次在节目上讲过 沈总长在店面上 是个温文儒雅的儒匠 对不对 但是他到空中去 对不起 是个飞虎 很勇猛的一个虎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小韵你看你的资料 对不对 那个匠女 他是不是这边有个飞鹰 对 对不对 所以那个人一定是 不管是美国海军 或者是美国空军来讲 我们有挂飞鹰来讲的话 一般都是飞行员 这个人可能就是沈总长的好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当初 就是在美国那种崇拜英雄的 一个就是民族的情节下 不幸的被沈总长打败很多次 所以他才会今天 为什么像EIT 一个美国一个强国他会来 当然我们今天不谈到 政治的议题 我就对我们飞行员技术来讲 美国人是你只要能够 把他给击杀掉 不是真的杀他 就在空中过程中把他击杀掉 他会把你当作英雄式的崇拜 是 除此之外 等一下 余飞官还会告诉我们 联合公计 今天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四架幻象还呈现 这个缺席队形来悼念王者 这个画面等一下余飞官会告诉我们 可是呢 你也看到就是说 在我们现场两位职业军人 包括来自于一个职业军人家庭 姚老师来谈出这样的一个场景 他的感触之外呢 包括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 竞平 王建平 王建平自己本身是从宪兵 打尼斯丑指挥部 332营 是不是332营 整个行政院的守备脸 退伍之后呢 他曾经在这个报社记者 一直到成为一个资深媒体人 事实上 他也是从军校毕业的 所以身为一个军校毕业的 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只是觉得非常感慨 有时候在台湾很多事情是不分蓝绿的 可是像看到这个场面里头 也看到该出现人似乎都没有出现 才令人感到格外的感慨 来 静明怎么看 从之前在台北宾馆 公开的这个开放民众去追尸调业 以及昨天的下午开始移旧 然后到今天的这个经过的入计 其实可以说其实军方也是煞费的苦心 昨天有这个19个地点 然后37个地方 这个可以去让很多的民众去评调 那到今天有11个地方 然后也有20几个这个地点 让这个民众可以去射入计 当然在军中内部一方面 他们会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规格是不是有点 这个高规格 有点像是国殇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我可以这样讲 自从黑鹰的这个八名 这个殉职的将士 他们再又要发生这个不幸的意外之后 我认为这个层级 刚刚好恰如其分 没有什么规格过高 虽然军方内部人士会有觉得说 这个好像议论纷纷 规格高怎么样 规格高又怎么样 因为这一些殉职的将士 毕竟都是同袍手足 都是在中华民国的国军内部 尤其你看今天经过国军的 这个指挥中枢 国防部 国防部后面就是衡山指挥所 国防部旁边是这个 国防部是率阵营区 在大直北安路那边 然后旁边是海军司令部 再旁边是空军的中勇营区 也是空军司令部 所以经过了空军司令部 海军司令部 还有国防部 国防部其实参谋本部 就在国防部下面 就是一起嘛 那让这些国防部 国军的这些袍者 一起出来入计 然后来缅怀追思这些 当年他们一起 打拼奋斗的这个同袍 尤其其实之前这个 我们台北的最高 台湾最高的建筑物啊 101大楼 曾经打出了那一排之后 谢谢你们毕生 让我们的这个守护我们的家 我觉得每次经过 看了都很想掉眼泪 军人的职责是什么 军人的职责就是 保惠中华民国 保惠我们中华民国 台澎金马我们的家园 保惠我们的主权 不容被侵犯 然后就像以前 我们常常讲的 你一定要有一事一毫的 这个准备 无事敌之不来 正事无有以待之 我准备好了 让军人 让敌军不敢轻易的 越雷辞一步 然后不敢轻易的开战 那就是有赖于 职业军人啊 哪怕以前几十万大军 到后来现在 二十几万 到现在二十一万 十几万 都是一样 这一批职业军人 他们抛家弃子 这些军人 二十四小时 要待在营区里面 他们没有办法 跟家人常常相聚 老婆可能生产的时候 爸爸妈妈 家人生病住院 或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 随时在这 陪伴在这 这是他们的心理的苦衷 要向谁说 所以今天发生了 这个事情 我觉得整个举国上下 还有包括军方 用这样的一个规格 然后来祭拜他们 甚至看待他们的离开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阴灵 会永存在我们的心中 而我自己看到的时候 我是很感慨 因为像余昊 也是我中正运校的学长 我们自己军校毕业 当初这个 想要投笔从容 想要拿枪杆子 保卫国家 就是出自于一分这种 中华民国 我们的这个国土 一定要靠我们自己来守护 一定要靠我们自己 拿着枪杆子 来保卫我们这个中华民国 两千三百万同胞 当然随着时空背景的 这样的一个迁移 没有错 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没有办法消除的隐患跟敌情 那今天因为这样的一个 事情发生之后 你看到这些将士 尤其是参谋总长 沈一鸣 沈总长 他们过去在军方 奉献了多少的 这个岁月跟精华 努力的推动国军的 他们的一个权益 然后他们自己毕生在空军 然后在军中的一些表现 然后那后面的很多 他们的同袍跟部署 想起他们 都会觉得非常的这个感伤 非常的这个悲从中来 就是因为他们过去 用他们的生命 你看他们这个家属 跟他们的一倦一双 多么哀气 多么难过 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先生 把他们的子女 把他们的小孩 把他们的丈夫 把他们的爸爸 奉献给国家 捐给了国家 而他们用生命 也牺牲了捐给了国家 所以他们在这个 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 他们不但 让他们的这个家人 感到很骄傲 而且让这个 他们在服役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最后不幸的 这样一个殉职牺牲 都会让人家联想到说 他们过去守护了这个 中华民国的 台澎鸡马的疆土啊 那让大家觉得 对他们的精神 我真的觉得看了 非常的这个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动容 从昨天到今天 黑鹰的训职 将士的功绩 蔡总统亲自送最后一程 沿路还看到 无数的民众 那么以最高 行礼的方式 表示心中的敬意跟哀悼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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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战略位置跟民主政治的这个价值 台湾做出了非常重要 也正确的战略选择 这个十字路口的选择 符合了西方民主主流国家的利益 还有他们的价值 这从蔡英文昨天我们说过的 当选之后 六十几个西方民主国家 纷纷拍发贺电的规格跟内容 就可以得到解释 最后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 对于台湾选民自己透过选票 决定了未来的这样的理性的过程 即便有人不支持蔡英文 也有人批评韩国瑜 但是选举完了之后 虽然还有些选民比较激情 有些失落 但是台湾的社会 很快就回复了这个常态 激情的选战已经过去了 但是大部分的秩序 或者是日常生活 已经回复了 这是一个很难看到的现象 美国人或是西方的主流媒体 难以想象的地方是 之前这么激情 韩国瑜用这种选战策略 将台湾的社会 儼然撕裂了 或者是说呢 中国对台湾的各项的这个攻势 不论是假新闻 文攻武贺 或是舆论战 心理战 但是台湾选完之后呢 又回复了大家熟悉的社会面貌 这就是美国人觉得台美关系必要被提升了一个重要的背景 但我必须要说的地方是呢 刚才听这些呢 军方的这个学长前辈呢 说明这个沈总长过去的学经历 还有呢 他的专业啊 我个人听了也非常非常感动 还包含近平兄所说的 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 军人的职责呢 就是捍卫台湾民主政治制度 尤其是呢 三位军方或是军人出身背景的人 都有这样共同的想法 那就是中华民国 我认为最重要的共识 而这样的共识呢 美国人看到了 西方国家看到了 主流媒体感受到了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规格 一夜之秋见为之助 这绝对不是说单纯的 比如说有些深蓝的 或是韩营阵营的人批评说 民进党故意选择亲美的路线 当我们要思考看看是 是谁让我们做这样的选择 小军姐我要补充一下 刚刚其实宇潮老师讲的 我有一点的也一个启发 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说我以前在炮射 我长期跑军事国防 那当年这个省务总长 他是这个在国防部的战略规划 是了整合评估式的这个主任 这个单位其实不容易待 而且这个单位 其实在负责做一个 这个主任的时候呢 你要负责这个 所有的兵器推演 汉光兵推 然后会有多少的 国外的这个高层 军方的这个人士 包括美军的这些顾问团 他会来看 你没有三两三 休想上两三 你在那边如果表现不好 出包的话 人家一丁点就把你丢出来了 就看得出来 所以当然 省顾总长以前在国防部 整合评估式 他有这样一个 跟这个军事外交的这个交流 所以让包括美国人在内 这些美军的这个 现役的人士 降临 对他都刮目相看 所以今天其实看到 不只是美军的这个 空军的这个准将 马修艾斯了 大家是不是还没有注意到 还有一个美军的一个士官长 叫休特士官长 他也在现场 跟丽英杰的这些 这个AIT的出场 一起都在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一点说 我们自己 以后这个要感谢 省顾总长 以前他们打下的这个基础 画面当中你所看到 就是在今天公祭 四架幻象 呈现这种缺席队形 追到王者的画面 因为在失事之后呢 我们看到是军方 今天在松山基地的指挥部 举办这个联合攻击 因为包括了棺木 富奇 还有追进军阶等等 这些的仪式里头呢 四架幻象 两千战机的冲场 他以这个缺行 队形的方式的编队 来调念殉职者 而且国防部呢 也对外来做 比较详细的说明 所以余飞光我想请教 现在J型失事的直升机 在全球大约有一千架 是不是 是 有一千多架 然后全球失事 总共摔掉了总共几架 有六架吗 有蛮多架 因为事实上自己 美国自己本身 也很多失事 也很多架 因为我们就四架 由这一次失事当中 因为黑盒子 现在失事原因 还正在调查 可能会公布得了吗 从这个事件里头 包括这些飞行员的训练 或者是如果一般认为 在机械可能不成 太多问题 这样的失事 带给我们一些省思 有什么样 我们可能要特别留意的呢 就是今天这个画面来说 就是说那个 四架幻象飞机冲场的画面 我觉得 我这边真的要包养一下 就是空军司令 雄司令 我觉得它真的很有创意 为什么 因为毕竟来讲 空军是一个日新 日新右翼 创新的金种 但是我不说 海军跟陆军不是 毕竟来讲 空军的飞行速度 是最快的 所以它的队型来讲 我们可以看画面上的队型 我们这叫一个基本编队队型 因为这队型来讲 因为有时候 我们碰到天气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跟着掌机 所谓掌机就是最前面的领队 然后之后有飞机跟着 对 辽机要跟着飞 加上因为掌机经验丰富 所以它会带我们 脱离这些危险的地方 但是你看今天要再往上拉伸的飞机 叫做三号机 三号机一般来说的话 它就是一个怎么样 小领队 就小领队它还没办法带四机 因为我们带两机四机 八机十六机 你再取得这个资格 都要经过一定的考试 并不是说你时间到就会过 有很多人可能就知道 就没办法经过考试 就被淘汰了 你不是说你当个承受飞行员 都被淘汰 但是这个人往上拉 我觉得真的是熊市里 真的很有创意 为什么 代表着沈总长 虽然离我们远去 但是他在高空 守护着我们台澎金 我觉得这个意义真的很大 所以我说熊市里这个创业局 我真的要给他按个赞 真的是一个很创新的一个动作 为什么在选前 我们的参谋总长 要亲自的到东奥雷达战区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世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在我们总统大选的那一天 中共东部战区 73集团军的陆航部队 发出了作战演习的秘密 今天在我们现场当中 有姚立明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包括了国民党的桃源市议员 黄敬平资深媒体的领域会 资深的飞行教官于浩伟 前国防部新占出的参谋长黄彭孝 那么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包括了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林雨凯 稍后要连线给赖品渝 在投票之前 我要连线给赖品渝 可是国内最新情势当中 韩国瑜回归高雄上班 现在馆长都预测 韩国瑜还是会毫无作为 只是会让这个罢韩民众越来越多而已 即使韩国瑜开始态度转变 面对媒体是有问必答 馆长依然不看好 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来听听这个大现场 感谢观看